為什麼大家在搶著買凱映骨貝 ODI的Q8也不錯喔 它明明就是一樣的東西耶 為什麼 您有車想賣卻找不到理想且迅速的報價嗎 找我經地國際Aaron 車款快速到賬 7天之內保證過戶 買賣流程透明 一切讓您安心 今天很榮幸收購到一台 2023年年份非常新的 ODI Q8 V5 Quattro S-Line 唉唷 唉唷 唉唷什麼 唉唷 唉唷 你一樣花到三四百萬的機具 你可以買到CP值更高 買到年份更新的車子 我就這樣講好了 為什麼大家都要去搶凱映骨貝 比較帥喔 哪裡比較帥 喔有啦 大家為什麼都要搶凱映骨貝 難道ODI的Q8不行嗎 它們明明就是一樣的東西耶 你看包含像它的底盤 銀瓶的配置啊等等 ODI的CP值真的比較高啦 保時捷真的是品牌比較強 所以大家都搶得要買 但它們真的是一樣的東西啊 今天我也好好的幫大家介紹 它跟凱映骨貝 到底有哪些差異 雖然它們是軟身兄弟嘛 但是它還是有一點不一樣 這是共同開發的意思嗎 算了 還是分享 它們就是同一間公司啊 對啊 那我只是做一樣的品牌 然後分成不一樣的產品 有的賣得很好 有的賣得可能沒有那麼好 跟台康還有一創GD的意思一樣 差不多 哇 台康跟一創GD真的是差更多 那個銷量不好說啊 不好說 但是如果我今天講求CD值 跟整個車子的好開程度 我想同年份 但最新的凱映 不要跟現在這個比 我們講2021年的凱映 跟2022年 23年的Q8來做比較的話 好開程度 Q8真的 你不覺得做起來比較舒服 算嗎 而且沒有那麼晃耶 我好像每次介紹車 只會講車子晃不晃 啊幹 那車子就是晃不晃才是重點啊 大型SUV的嘛 對啊 因為你車子晃 你後座的人 然後還有這種暈車程度 欸這是七人座嗎 哪裡有七人座 我沒有啊 我剛才想像哪裡有七人座 這不是五人座嗎 這七人座應該會出事吧 對啊 那後面要怎麼做人 它的底盤寧靜度是非常好的 包含像它的轉向指向性 開起來是非常舒服的 因為我們現在山路開 它的側頸程度也不會很嚴重 不覺得這樣開有點無聊嗎 不會啊 受不了了 你開快我才受不了吧 受不了了啦 之後給它搞下去了 動態OPEN ODI是什麼你知道嗎 市區之王 市區跨著我嗎 對啊 欸 可以了可以了 欸可以吧 沒有你不覺得很穩嗎 這很穩 但是這麼高的車耶 那我要吐了 又來到這個風和日麗的套中島 我們頂著38度的高溫 來好好介紹一下這一台 2023年的 ODI Q8 55 Quattro S-Line 如果我今天呢 跟它的軟身兄弟 凱燕Coupe比 它多了跟車 又多了可開式的天窗 然後又多了LED的頭燈 新車406萬 另外又選配了12萬的 S-Line內裝套件 新車來到418 它是2023年 一樣的恰錢 我們只能買到2021年的凱燕Coupe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 這個車CP值很高就是這樣 欸它差兩年耶 然後新車就要比凱燕Coupe貴 里程數呢 已經跑了14000公里 那你想想看喔 如果現在21年的凱燕Coupe 它只跑了14000 應該我們會開價到 30多萬左右 統計競爭對手還有X6 GL1 如果我今天講求CP值的話 真的是挑它就沒有錯了 其實我覺得車子是這樣啦 你覺得ODI這個品牌 怎麼樣的 但是 如果你今天車子 會要開6到8年甚至以上的話 它是一個滿好的選擇 因為它的妥善率其實不像以前 我們對ODI跟福斯這種既定印象 變速箱會怎麼樣啊 它的變速箱一樣 8速 引擎呢跟凱燕一樣 340匹馬力 會比凱燕差嗎 我覺得整體開起來的感覺 真的沒有 甚至比它還要來得好 這就是品牌的差異 如果你喜歡保時捷 我們還是一樣選凱燕 我們講到車頭的地方 Matrix 矩陣式頭燈 真的造型非常漂亮 X-Line的套件 它就是標配21吋的鋁圈 同車色的輪拱 一般的休旅車 它基本上就是黑色的塑膠件 就像你凱燕 我們沒有選配的話 它也是塑膠件 但是21吋有一個缺點 是因為它車子重 輪胎又大 它的耗損真的會稍微大一點點 基本上兩萬公里左右 前輪就會下課了 一線尾燈呢是 他們這個VAG局團 這個尾燈的組合啊 其實非常的漂亮 它在打方向燈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特別的造型 後箱空間 這種這麼大的車 後箱空間應該也沒有什麼好弦的 因為它鞋背呢 有比一般的SUV稍微小一滴滴 那因為這個有氣壓懸吊 我們在搬東西的時候 它這邊有車身的高低 可以去做設定 好像跟Defender一樣嗎 嗯 有喔 你也算小動一點 這個幅度超大 超扯 我現在兩個在這 記一下喔 在這喔 哇 這麼多喔 大概這樣我也不知道多少 大概這樣 這樣很多耶 這樣是有感下降耶 這邊它有很多種的動態系統 可以去做設定 選擇到動態 它就會把車身降到最低 舒適的話基本上會在第三格 如果今天是越野的話 它會叫第四格 就是最高的狀態 內裝就是ODI的家族特徵 虛擬式座舱 虛擬式座舱呢 它一樣有雙螢幕 冷氣的控制就在下面 一樣有無線式的Apple CarPlay 這座椅它有一個S-Line的Logo 它是做賽車樣式的 它整個包覆性比較好 中間是做絨布的 因為它為了要有運動感 它的缺點就是可能 會稍微比較悶熱一點 優點就是它的整個包覆性 然後不會像皮一樣左右滑動 接下來全景式的天窗 哇 它這個是可以把它打開的 好熱喔 不行不行 數位式儀表板 是它所有車型的標準配備 跟車功能全部都有了 我們看到後座的四驅橫溫 跟上次介紹的E-Tron 一模一樣 如果你今天買到凱燕Coupe 或是凱燕 它這個四驅橫溫是併用它在選配 那Coupe 8直接標配送給我 另外這個椅子呢 它其實是算有點獨立式的造型 後座還可以再稍微小條 傾斜一點 因為它做鞋背 但是它鞋背沒有到真的很斜 頭部的空間呢 其實還是非常的足夠的 至少還有一個半的拳頭 最後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台是2023年的Audi Coupe 8 目前我們的售價是299.8萬 299萬8 全程都在原廠保養 它也在原廠剛保養完 車子就賣給我們了 所以回去呢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直接開上路 如果你想要有CP值的車子 這一款車絕對是你的首選 實車都在我們現場 那車子也都做過認證了 今天影片先到這邊了 因為現在乾真的好熱 雨熱 雨熱 而且這禮拜我們已經拍了兩部影片 我們公司呢 持續大量收購 歡迎有想要賣車的各路好友們 不要客氣 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跟加入我的IG 線上估車 等著你們大家 掰掰 記得 我們到這裡 谢谢大家